尼泊尔规模7.8大地震 至少2000人死亡 尼泊尔周六发生瑞士规模7.8大地震 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地震发生于周六下午 镇压位于勒姆宗 在首都加德满都西北约80公里 之后至少有15次余震 这场规模7.8的强震 是起因于逆断层板块运动 上层的欧亚板块往上推挤 而印度板块则往下移动 目前死亡人数统计至少2000人 超过4700人受伤 地震造成雪崩时 约有1000人在喜马拉雅山区 目前只寻获18具尸体 喜马拉雅山雪崩离难者 包括Google主管Dan Fredenberg TOMA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播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